大家好,一分钟开工了 今天两个话题,其实第二个话题还要紧要 不过我们本土先走,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个美国的参议员 今天应该是2日到8月,不是的,还有整个星期才过 2日已经是Pinocci去了台湾了,中间有一团 现在又有一团来了台湾了,新闻就不是太多 不是太长时间,只是来了几个钟头 但是整个美国对台政策,我也希望它快些澄清 台湾又不会独立的,两个都不敢,现在不敢说这些 如果是澄清了,发点就继续发,发完就没有了 所以以后就新常态了,台湾已经又夸张大步了 是吧?有没有战争危险呢?待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吧 当然也要讲讲香港的情况,是吧?疫情的情况 昨天是8579,8579 已经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过了8000,是吧? 8500,是吧?就是你和我的定月数字一样 当一个1000里面去到800的时候就快了 去到1,000,855就快到下一个1000了 类似啦,所以你可以预计,接着很快就会过一万的了 过一万是怎么办呢?很大件事的,照计是一万而已 是吧?但是呢,就不见政府准备怎样 除了出来叫你打针之外 那我们自己普通人应该怎样呢? 那当然是要小心啦,是吧?就是自己要小心啦 你知道这个政府就不能乱了 问题就是我们一般,尤其是阿伯 因为始终高危嘛,经常说 今天大家比较二月的情况有什么分别呢? 那时候一上一万,就是一冲过,就狠狠去嘛 那还是追究着二月,究竟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是不是故意的,插破 浪西方要搞清零,不是搞清零共存 所以就弄死了8000个老人,是吧? 那我希望中央追究一下这件事啦 那我们只有一个知识啦 我没说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当时要搞这个 用强检去逼爆这个疫情的 如果真的有此事的 你需要深入调查的 调查就麻烦还香港历史一个公道 给我们一个清楚了,是吧? 尤其是那些追查那些前朝官员 问问他们当时开会插牌有没有暗示 反正都是啦,我们 似乎是没有,一向没有逼香港做强检 又没有逼香港停了地铁的,是吧? 香港是很特别的 经常说要跟国内很怪的,跟不跟 究竟中间有什么QK呢? 今天又来了,又快一晚了,又再来一次了 那当然整个形势呢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 那个疫情,是吧? 疫情就不要理他了 首先看一看介绍一下,我特意留意一下 有两宗新闻是要提一提的 第一宗是未知的,今天才看到,刚才才看到 因为西环观龙楼有个四岁女童呢 突然间暈了,跟着就送去医院死了 已经死了,不幸过世了 那呢,四岁啊,据说呢 他在先天心撞病,就是看不到新闻 那其实我看大眼睛呢,有没有打到针? 有没有打到针? 那我不知道,新闻没有 那就麻烦新闻界,新闻公司去追一下 我们特意支持他 我经常说,科兴嘛 那些老人最怕就是怕,读科兴呢 不会心机炎的,过度反应 但是就会跌倒死了,心撞,然后说没关系 那这个四岁的,因为他有先天性 那你不刺激他,可能没事了 哎,总之呢,没有证没有据啊 哎,我只是说呢,我看见这些新闻一定敏感的 而且我们是有权知道的,是不是? 那你等一般人判断了,你不是有个刘雨龙出来说 没事,有效,牙丫仔睹吧,那如果真是四岁这位差不多了 可能就是因为听了这些宣传,所以访问一下他家长 如果是有的话,求一个公道,是不是? 人死不能复生,是不是?永远是有这些东西 当你说,喂,先天性心脏病,后天性心脏病 突发性心脏病,吃肥了引起心脏病 萧生那些,食减肥药引起心脏病 很正常而已,是很正常 跟打针的关系啊,未必有关系 但是我们想知道,行不行呢? 不需要,你决定了没有关系就不说我们知道的 我们想知道有没有而已,有没有这些事 我很敏感这些事的,因为可能是第一单的 那如果你说,哦,这么巧啊,打了针 那就大件事了,是不是? 还没有人追查到李兆光有没有打过针呢?最近 有关新闻,每天都要讲一下,没有人讲的,是不是? 我都是周围看而已,是不是? 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创作的新闻 没有一单是fake news来的,大报的报道来的 不过我个人的怀疑心重,必然是要这样 报道给大家听,大家得个知识,是不是? 是不是?资讯越多,永远是越好的 那不等于什么的,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说,哎,这些就不要听 极权国家,这些就不要听,那些就不要听 对你不灵,因为你会乱想东西 你干嘛乱想东西?不乱想东西 我说你听就对了,打针,是不是? 我们不happy就是这件事 听了之后继续,八十岁以上开始高危 那你反正高危而已,对不对? 反正你都身体弱,如果打开针,吃一切药 那就自己决定一下吧,自己决定一下吧 不过为什么这么多都还不肯打呢? 而又中招死亡呢? 那我始终怀疑,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身体弱我不想冒险,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结果不幸,当然打了会不会没事呢? 有数字你看的,何柏言还是梁柏言说的? 一会儿说你听,做图做了,很有趣的 他说的,我不敢乱说的,不过他说的数字 他好像给你一个信息 你都好像表面收到他的信息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想,立刻有另一个信息收到 一会儿说到,何柏良 也介绍一下,应该是昨天的事了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央公布,昨天就是26,967宗 26,900本土案例,重症100宗 17人死亡,另外308宗是境外输入 其实境外输入没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些人在外面进来,那你就会输出而已 所以呢,境外输入也有 他因为进来台湾才发现,为什么这么密 进来香港又会发现有 不来就没事的,是不是坐飞机? 很有趣的,大家没想到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说好像特别紧张呢? 因为坐飞机好像是一个感染条件 这个飞机上的一个人,那个飞机就会很容易 又要熔断计刑等等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呢? 那些专家也不去研究的 就只是知道,Happen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呢,这个飞机的空气是内循环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 所以坐飞机是一个感染这类病的一个热门途径 因为坐这么久,十几十个小时 一个人病就足以令整架机,那就变为输入个案了 那6基的时候马上就变为了 但是变为了,因为变为了可能未出现 正常的症状 好了,这个台湾的情况,死了37人 我约可算一下,比香港高一点,是不是? 因为2万6人就应该死26个人就对了 就是如果1千一个,是不是? 那他现在30几个,但是他都没有紧张 就是500人一个,是不是? 那台湾依然是如此的 那好像说取消了一些东西,放宽了,不用去检查 就不记得了,总之人家整个小时就是接受这个已经是自实 日本就是这样,台湾就是这样,新加坡就是这样 人家一样一两万一天,新加坡好像还是 那要打三针,有些人不用打了 起码他打三针,你都是一个途径 就是不会困了人几天,然后有什么密码密码 越多越不好,是不是? 比如你说核酸检查不用了,那也好,是不是? 要了也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说疫苗要检疫,困几天 香港就最糟糕了,所以就因此没人来 好了,现在没人来呢,本来就乐观的嘛 时间过去了,渐渐就很转的嘛,以为,是不是? 现在那个跑步就停了,又杜卫永了 接着现在又说七人篮球赛又限人,兼闭环管理 我想取消了就好了 真的说真的,你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跟着那些商务会议又说豁免 那你怎么可以却免的呢?我不明白的 那个罗修在哪里呢? 就是他就不会有病的嘛 他带着银子来的人就没有病的了 当日呢,摩根士丹一个人来 你都不需要却免他,密士长就算了 为什么要却免他呢?我都不明白的 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就是你既然定一个制度 或者那些有钱人是厉害一些的 那就没来咯,是不是? 你说反为那个阿摩的亲人回来 那你豁免他就对的,检疫 你检疫可以就应该一次 那他不能来就由他咯 真的啊,是不是? 今天股市又升了一些,又勉强上了2万点 那你其实没什么关系啊,是不是? 不过很多人都是阿摩的 那你,我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影响到本地而已 就是如果那些瓜葛的企业不肯来 很多因素啦,那些人才不肯来 那你们都说是因为要欠人了 那你们说而已,我觉得最重要的不理呢 都是你经济不好,整个大事又 而你经济不好就是因为你防疫过度,是不是? 那你不是说检疫的问题了,已经 你一样就全部取消了,那就和别人平等、竞争 最好的了,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只是我们在那里吵 或者全世界这些人不肯定 你那个伯父这么够烦在香港 躲在那里上水,是不是? 这么多声气干什么呢? 那我就不要声气了,全世界都要 现在不是嘛,全世界都不只是你有嘛 最生气就是这件事嘛 这件事为什么是生气呢? 生气呢,还要说出来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一个叫做大数据的概念 我特意讲过的嘛 大数据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经常叫大家上网表达它,是不是? 留言表达它,如果你真的生气 经我呼吁,几个月来呢,其实真的多了 包括在我留言,你说没用啊,我们 什么围炉取乱,围炉发火而已,有用吗? 当然你要去多些地方留言 你不满意的,我已经很厉害了 一个人影响几万人了 我没有影响力大了,我没有那么努力了 我天天想想好的理据 为什么要反对疫苗通行症? 疫苗通行症不等于我反对打针的 你明白吗?我认为这样是迫害兼没有逻辑的 和防疫没关,纯粹是逼人打针 逼人打针和防疫没关,是我说的 就是说了这么久,究竟香港人喜不喜欢 这个疫苗通行症呢?最不喜欢是什么呢? 原来是有大数据看的,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Google搜寻,我想搜寻了讨论区那些 是有报告给你的,专家研究 01,报纸一下我眼睛01 它是有一个研掃所的热华 01研掃所,你去他的网站 你都应该找到这件事的 因为我不是,当然我又不是Jason 喜欢做统计和他研究 我不懂的,我最恨数字 但是有时看到有些报道都应该留意一下 那这件事我就立刻很留意一下 因为呢,张竹军讲完这个疫情上告 五排除在搜寻的距离 Google香港社交距离搜索 沉量一度升,急升,社交距离 因为会收紧,正常 但是呢,近期的重点通关,比较 更注重,最紧的是什么呢? 最近一个星期,社交距离急升,相关手段中 所以未见是唐食限制、限聚令、口罩令等看重 就是说呢,我再说唐食限制限聚、口罩 就是不上榜的,社交距离就因为 对于这些堂食、限聚令、口罩令这些全部已经没什么感觉 但是对于疫苗通行症还是很有感觉 当然最近特别有感觉因为社交距离再限制 另一个报道说需要不需要入境检疫期数字3-4 这些没有人关心的 红黄黄黄疫苗通行症上榜 放宽黄黄等等 商业对商业 展览交换有关 总之现在香港人跟我的直觉差不多 为什么我经常说呢 我知道疫苗通行症很上心 你没有疫苗通行症不准你也不准去那里 接着何柏黄就说将他推到六个月大的人 都要有疫苗通行症才进入某些场所 他提议的 当时一吊死我的节目 我看Jayson也好 一说到这些东西 大家就上脑了 证明是 证明是也证明 究竟政府知不知道是否吊到他知道 大家在这条留言就行 去另一条留言就行 总之你听了这么多理论 听了这么多事情 做了这么多分析 这么多新闻 你也有自己的看法 也有自己的经验 究竟通行症能否帮到这个疫情呢 帮到我们多声气 就是我们不对 如果多鲠鱼的 他就是要搞出来烦着你 纯粹制作一个气氛 一有新针你继续打 打就没错了 不打就路路都不通了 他又不敢禁了我 不让我出街了 没有打针 因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你知不知道 中国都没有违反国际法 是香港政府这么狠狠 变相违反 尽量制作你不变 等你就要光顾打针 肖若元的伟大功劳就是这样 后面我讲什么时候做了图的 讲多一次 今个礼拜社交距离在Google搜寻的热度上升 因为竹军说过 可能收紧 其他的keyword都没有人踪影 没有人理 唐食 限聚令那些没有踪影 但是疫苗托行症依然是大家非常热心继续上网说的 所以就经常在Google搜寻出来看到 继续上网了 各位认为对的就继续上网了 好了 数据反映另一个报道 反映多数人只是关心疫苗状行症问题 好了 看看还有什么 欧嘉荣呼吁减少聚会 诸如此类 梁子超 这个大哥 这个巴冷闭的大哥 我还没吵架 笑他 我这些笑他而已 我笑他就不是说他样子坏 他样子不关我事 只是他说话是狠狠 现时住院长者八成是八十岁以上 当中三成一剂疫苗都没打 八十岁以上三成一剂都没打 现在说的是下周过一万钟 他预料很严峻 会再出现更多个案 趋势就不容乐观了 这句都是有语病的 单日确诊有机会维持一万多钟之后回落 如果第二次的感染比率维持在2%左右 但是如果比率持续上升呢 这样就会出现更多个案了 如果比率维持在2%左右 而在万钟后回落就没事了 一万钟左右就顶顶了 不然就会继续上升了 不下降就会上升了 这个语病是什么呢 你的球不射进去 那个什么灯神 你的球不进去 射进去就代表进去了 我记得多年前 蔡子强有个笑话 如果政府不做多些东西 我真的拿来做笑话 如果政府不做多些东西 改善民望 民望就会下跌 那些人觉得很有点 整段新闻卖出来了 小孩子你不读书 你就会胖了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意见 难道你不读书会合格升级呢 升级呢 当然的嘛 政府不做事他民望很低的嘛 不做好事不刺激他民望升级就会下跌的嘛 要不需要你说啊 那你做评论原来就说给人听 妈妈是女人吗 所以不是笑够他 这里就是一样的逻辑 如果下个礼拜第二次感染率维持在2%呢 就是回落了 那就会回落了 如果比率持续上升 就会继续上升了 那就更加陷家产了 如果没事 去到一晚就会下跌了 如果没事 现在可能是顶来的嘛 那就回落了 去到顶就一定回落的嘛 如果不是呢 就会继续上升了 不下跌就会继续上升了 我需要你讲的 你讲现在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应对都不论 你是专家来的嘛 是不是 刚才说完啦 是不是 这些人是不是 不是 不要怪他没脑子的 你是问那些记者 有文必录那里不对的 你应该疼他的嘛 立刻就疼他了 是不是没有看我的视频呢 那些记者都没有看我的视频呢 天天吊构他当然不看啦 是不是 又吊构有道理那里笑死人嘛 他自己就疼着气嘛 那就不看啦 是不是 目前有必要减性 减慢 社区传播当然啦 难道加速传播吗 是 政府所有人的社交取来措施 只能引导市民减少聚会 为什么只能引导市民呢 不是禁了他呢 你就知道政治不行嘛 最重要的是市民感要跨家庭活动 了你啦 就是不要活动咯 是不是 同时争取高危人士接种疫苗 这个不用讲 我知道他一定会讲的了 他说现在住院长者八成是八十岁以上 而其中八十岁以上住院感染住院的人八十岁以上呢 八成是八十岁以上就是老人住院 八成 其中八成里面的三成一剂的疫苗还没打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七成是打了疫苗 而且不会一针 一打两针啦 最少甚至三针啦 即是说现在住院 死了很多老人都是其中有七成打了疫苗 是有三成没打了疫苗 那三成就不正确了 那三成看着那七成就没想象中 是不是 当然啦 他经常堆砌到的数字就是中那些死的机会少一点啦 是 但是你说这件事是没什么特别说服力的嘛 如果你说真的不打疫苗 那些可能还有其他理由嘛 他特别弱的 他会怕 打就死 不打就死 他就拼一拼啦 是这样嘛 如果龙晶虎猛的 八十岁以上的 那他说不要啦 讲得多我都要安心啦 我反正健康而已 我捱得住你的针 就是我而已 我捱得住了 一针半针 没事 但是我不喜欢 又不高兴 行不行呢 那意思嘛 大多数人都明白就行了 又是语言技巧来的 结论也是道向你打针 是不是 感染住儿童医院 有一半是三岁以下住儿童医院 不足一成就接种疫苗 那就是又暗示打针啦 这个又是讲得厌啦 他又是想你们打针啦 这样 这样 欧家榮就是叫你减少聚会啦 是不是 欧家榮就是政府医生啦 不想採取激进做事 我问为什么不想採取 很激进呢 喂 不要 堂食不要啦 停他两个礼拜啦 等他去到屁落回来啦 大家都舒服点 安心点 不要啊 那你还介意搞什么通行政啊 这些又不开心 那条线在哪里呢 你也是 你要强力一些 国内是少一点的人的 你都猜到他是少一点的人 整个区停了 整个经济停了 你又不愿意整个经济停了 是不是 那你就放啦 像西方那样 又不肯定啊 总是整点不整点 整个他现在那些花臣 又三加几十又什么东西 又通行政 纯粹是导向一样东西打针的 其余没有实质效力的 是不是 可以有效的减少聚会呢 你减少堂食就是减少聚会 减少人在街上走就行了 最好是停了地铁他几天啦 七天啦 不要上班七天啦 包裂他又不肯嘛 是不是 那你说什么呢 啊 现在B.A.5呢 现在去到43.9了 昨天四十的嘛 再进一步上升 这个比例 四十四个百分比 即六成是其他嘛 那B.A.5已经去到一半了 迟了一半了 你看看他样子 他变为多数了 而新疫苗阻不了B.A.5 即是多纠缘 不过你们一定要打 到时候你看看理由 他们就总是在这里打 六间院舍爆发 一百二百钟 一百零八个院友 这些呢 其实你明知是在那里爆 那为什么才可以的 你不要告诉他们是在院舍 接着说那些老人不打针 不是那些老人不打针传染人嘛 是不是 是那里爆那里才是问题嘛 你打针不打针 你爆得多都是死的人多的嘛 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和打针 打针就死少一点 为什么不让他们不爆呢 有什么法子啊 曾经说闭环管理 诸如此类嘛 类似是你放假你就 可能说可以两个礼拜放四天 又一个礼拜放两天 老人院那些 然后呢 之余不放假就要住在这些地方隔了几天才再回去住 之类了 三加七之类 哎 总之就不知道了 你没办法 你看着那些老人就在老人院那些老人就惨了 那你在家里那些老人当然不肯了 老人院那些老人是顶尺容易的 一爆起来 因为他们住在一起嘛 这些政府有没有法子改善呢 有没有法子 哎 临时将那些小博那些改了他做老人院行不行呢 不会的 那些太浪费工夫 太多钱了 又不愿意做 那又是等那些老人死的意思而已 我不是想那些老人死的 叫他不打针 而你打针不打针基本上分别有限 分别有限 你看到的 其实 不过你不把这些数据最细心的分析一下而已 是吧 而最好笑就是当你想打的时候 他就没得帮你打 老人死 老人院 那已经是事实来了 那原来这半年里面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有没有做过呢 是不是现在人都可以打得了 老人在老人院他想打就一定有机会打呢 是他不肯打还是怎样呢 这些又不清楚了 所以真是很好的 我想知道的东西他就不清楚的 都是不清楚的 是他自己不肯打还是怎样呢 总之是賴咎他们 賴咎他就賴了所有不打的 接着就搞疫苗通行症 逼你打针 大多数就逼到一般人打针 逼不到那些死不打的人 就是我这类的 我怎么计我都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 如果你这么说下去 你怎么从因果 拘捕在一起呢 我真的会想不到的 没人可以跟我争取的 不过anyway 讲完